主料,鸡蛋黄一个,辅量,有50克,盐5克,白醋10毫升,白砂糖3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担心跟蛋黄分离,只留下蛋黄,白砂糖分两次加入,打发均匀,再加入盐,打发至粘稠后加入植物油,要一点一点加入,每次量不要多,不然会打发不起来。 打发多次,我打发了十多次,成年抽状后,再翻三次加入白醋,打发圈圆,加入白醋的蛋黄会变稀,再继续加入植物油打发,已成是少量多次,白醋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增加,喜欢酸一点的可以再增加白醋的用量,打发多次以后,就丑丑的了,浇在西瓜上面,晚餐就是它了,一点也不比买来的差。 烹饭技巧,加入植物油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,充分打发粘稠,白醋要在打发很粘稠的时候加,也是少量多次,次次要打发均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